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乃杜士丁麦克说 他的压力 福西压力不大 但是他对搜索的算法都要求得到 那我们说 应该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 能够看到 应该是淘宝的压力是相对来知道的 为什么 他和京东比 为什么淘宝要比京东的压力要大很多 或者是他的技术要强大 为什么 各位 我们是学专业技术 碰到一些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点心的东西 我们要去分析它 那我现在要跟你节奏 陶老师要比 京东的压力要大 他都在那上场 对吧 那为什么 因为京东是自民的 主性是自民 什么意思 在京东 绝大多数商品都是自民 只有其余个别商品的时候 是允许第三方技能 其实他现在对所有商家商品都允许第三方技能 但是 民航技能 我问你 如果京东有自民 还有第三方卖家去买 你买谁可以 一般是都买自民 我们选京东 是不是就是因为 觉得他自民的商品 放心 听得到有人说什么 会带来什么 第三方卖家的商品 只要和自民重叠 是不是就没人买 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什么意思 如果你在京东里去搜电脑 比较 你只会搜索出来几千个电脑 这个项目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型号的电脑是只有1个 你能听证吗 说什么 所以对京东来讲 就算把我们卖的所有商品的价钱 也不过就十几万种 也就是说 你看到数据库里 可能就十几万条数据 每个商品是一条 淘宝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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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宝全部都是第三方强床卖家 就要进入 他只要搜索 就是我们搜索联想外 外能败 京东是不是就搜索一个 啊 这份子型号有两三个 淘宝吗 所以有可能搜索几十万 能知道吗 我一直在讲 事之后的这个 访问书总 或者说他的压力数 才是你整个网站 最好的压力数价 让你想想 淘宝的量是要远别 京东的量是要多的多的多 啊 听懂吗 这才是瑞士末总说的 淘宝技术是 我们目前来讲 应该算国内比较以前的第一级技术 各位 淘宝的架构是 我们要学习的 这个负载均衡服务器的 这个架构的创世间 我说我们是要学习负载均衡 啊 在林医三中 靠谁来实现 这个架构的架构是 各位 这一个服务是 他不是宫外人的 但是是华人 华人工程师 就是张文松博士他创建、开发、他写的 他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淘宝的社区项目识 厉害吗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所以我说淘宝目前来说 最起码在业绩商城里面 其他的网站跟他用 但是技术上比 没想到 当然我说 就这么什么歌舞企业录货品真实录的这事 不好说 昨天晚上还看着帖子说啥 说一会儿发现中国人有淘宝 然后就觉得太费疼了 说这个文章太好了 我们怎么早就发现 他那个记者举了好多例子 什么 有卖那个 我能还能找到吗 有卖一瓶尿的 有一瓶尿 然后有卖什么手织毛线的面具 织完之后带完之后 这个反正是挺变的了 还卖那个充气版的什么刘德华 哈哈哈 说一说挺牛逼的 然后说金国人很喜欢这个网站 说 当然我说实话 你们现在 反正我现在的购物情况是 如果能把京东和亚绩这样的网站解决 能找吗 我一般价格弱 像差不多大的 我就选到这 如果是找不到的 剩下的东西 比较奇葩的东西 买不着的东西 去讨过来看 说是你能找吗 对吧 好了 好 这是千万家网 OK 但是 这种东西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 这种家网 你觉得 这个网站架构有一个明显的问题 看一看 看一看 有想到吗 有吗 什么意思 我画 我问你 我问你 如果这才福西当家 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设计的 我设计的 你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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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设计的再好的架构 一台单线点错误 会导致整个网站直的质量不溃 允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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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的接入是不是都要经过这些负载军送来做表发 过来 他们有可能要不要用 如果你设计的 我说实话 他还是真有可能 因为他的负载军送来说是最好的 怎么办 允许是说 我是不是是需要给他做一台备份服务器 然后呢 这样他复在均和服务器之间做心跳监护 听起来很形象这个词 什么叫形象 其实他不是真的建立形象 而是什么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聘下这个福气 看他正不正常 正常是不是说明他正常 不正常 是不是说明他出问题了 死机了 然后呢 只要他出问题 然后他是不是接管服 然后是不是就来保持 这起码很不会 一台福气 大部分就会出现什么 整个节点就是全部的 有对吗 对不对 只要配了这样的福气 之前我们讲的这个东西 这种集群 从这开始 他叫的是负载均衡集群 没错 是不是来支撑更大的放量 我说了是不是历史院 没错吗 那如果只要给他配了这个备份福气 我们就把它叫做高可用性集群 什么意思 一台服务器 大量是不是不会影响整个架构 它是不是让我们可用度 是打速度增加的 然后 基本上是不是可以保证我们的服务器 七吋二线是正常的一些 能不能知道 能不能知道 那么高可用性集群 是来实现的 看这里 这些 大家还有别的方法 这块是Keyb Oliu Keyb是保时 Oliu 存活 还有一种 这个软件 它的工程就更加的直观 叫做Hardbeat Hard 心脏 Beat 脚落 心跳肩膏 能听到我们的说什么 又来办法 我这边还注意到服务器 直接是一台做备份一台生肖 当备份 这个主服务器 到底备份服务器 是不是直接补击过来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我们的防御集群 听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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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负载充分不是单独的 它是不是还需要其他服务器 来做 这个 就是配合才能完整使用 包括这里是个还要讲到的这个Squid 它代理 通过代理时才能生效 听懂吗 当然 还需要有防火墙 才能生效 听懂吗 再说它是一整套技术 听懂吗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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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好了 我现在说什么 我是不是给它搭了一个备份服务器 那是问题 这个加入还有一些 这两台服务器都当好 有没有可能这样才熟起东方法 有可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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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有 我再也能打一个好不好 你太多了跟着章能力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有没有可能三个都这样的,比如说断电,比如说就这么,比如说爆炸了,起火灾了,有可能,有吗?怎么办? 那端线怎么办?一般的这个托管机房都会有自带发电机,端线之后他就拿着发电机来干涉,我说,发电机坏了,有吗?怎么办?下出来,你就算再做,我说,整个岛都好,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原计算的好处是原计算的,你单独来做的话,你一台公司的力量是永远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把你所有的资金、成本、资源从全的投到购买的东西来,听懂吗?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专门的顶级,全都顶级用纸,他来投入资源来做原计,听懂吗? 这才是有种的说,若是有临级算的出现,会改变我们整个的万贤过的这种专门,听懂吗? 所以啊,这个架构其实是有问题,但是我们一般以为,两台那份武器,一台主,一台那份,就应该够,如果养了,真正都办了,你就认呗,那还能怎么办? 你就认得了,那咋办?听懂吗? 好吧,看起来这种架构性现在非常火,有的以后,毕业之后,绝大多数人要干这个事,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像这个,亚朗逊宇和阿姨的这个召唤,他也让我说是有很多的好处。 好了,我们回话中先看一下这个,这是我们这里,这个千万机架构里面用到的一些技术,那我们说了,这些事都是好强的东西, 也说是不是需要统认安全性吗? 其实,就算你具有一台服务器,也需要统认这些事,听懂吗? 然后呢? 负贷任何是不是说过了? CDN是不是也说过了? 我说像网速写也都有,然后滴滴连接池,Massive Pro,这是一个,Massive不是基带的,这是它的一个第三方的插件,Massive Process,如果需要和装盘就可以实现。 缓存,Massive Cash,Redis都可以,OK? 如果有时间我们去讲,可以讲一下Redis,好吧? 好吧,介绍了这么多,其实是不是就想说,什么叫服务器期权? 什么叫期权? 其实就是什么?一台服务器只能实现更好的性能,一大堆服务器只能实现更好的性能。 只要做合理的架构,它会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能。 本来说一台服务器只能支持十万的性能,OK? 那五台服务器最多就是这个五十万。 但是,如果你做了好,五台甚至六台服务器,就能支持百万的朋友。 能听到我的说什么呢? 它会出现一加一大于二,因为你的架构想做了,听懂吗? 听懂吗? 好,这个概念我说实话,百度百科粘下来。 只要是百度百科粘的东西,我说实话,我都看不懂。 我觉得它说的都不是融化。 你们在大学里看的教材资料都是这种特别的。 一般人拿到这种完全都要在说什么。 那我们刚刚之前发了两个结合的时间,是都在用来解释集水事实。 那我相信这种概念是不容易的。 如果万一弄到,是不是照个挑战不能了? 不弄得拉我的事。 听懂吗?ok? 有东西? 没问题吧? 好了, 这是不是你们在网络上多次看到的东西? 其实是啥? 就是把我刚刚给你们讲的这个千万极架构, 然后呢,做了些就画。 如果我把这个放到网上,看起来是不是就乱了解释? 是吧? 所以我时候画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漂亮的东西。 然后呢,是不是就加了一些其他的服务器集圈, 告诉你这些东西在你们科学当中是都不用的。 但是其实最终, 但是他们上面这上面画这个的时候就不能画交叉线了。 所以画的是不是看起来就稍微简单点? 能听听我说什么? 但是主体的内容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画的是一样的? 想说什么? 画这个都行。 首先,这个架构图啊, 当时是从我们当年的这个网站上简化之后打过来。 我想说,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实际网站。 OK? 我们当时的网就是搭的, 就是我刚才能讲的那种演变过程, 然后最后的那种过程抄动。 听着吧? 只是我们当时没有考虑数据会延迟。 OK? OK? 好, 然后呢, 什么意思? 第二个就是想说, 在你们的课程当中, 我们这个架构里面所用到的所有知识点, 我们全部都会将进。 OK? 换句话说, 你们在最后, 我们是不是说有一个时间的项目? 其实是干嘛? 如果你们, 我们时间充足, 你们真的做这个项目, 其实是就是让你们通过这些服务系东西, 然后呢, 是不是来搭建一个跟它类似的, 当然不可能做到这么复杂, 这么复杂的话, 是不是咱的服务系不够? 咱是会做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然后把所有的服务, 所用到的所有知识点, 是不是在上面实现里面? 听懂吗? 当然, 我说, 第一期这帮架构是否发展, 最后在这个时间是否不够, 所以这事没做, 然后你们当时的时间充足的话, 是可以做一点, 我把架构图式都放在这边, 听懂吗? 你说什么? 是不是用来做最后实验的? OK? 一个人用? 一个组做了, 一个人用做做完了, 我们下午再做一下分组, 好吧? 咱们搬, 实在给它分两个组里面唱歌, OK? 好吧? 这块是不是说了集群的分类? 之前是不是说了, 我们现在用到了两种, 自在均衡和高肯定性, 解释了吗? 解释了吗? 还有一种, 这种我们绝大多数的建造, 什么叫科学计算性, 哎?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比特币吗? 她是干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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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这样的。 有一个家伙, 她做了一个理论来说, 拥有无穷结果的函数, 或者说算法。 然后呢, 她想要得到这个算法的值, 用来做支撑, 或者说基础科学教训, 或者说做支撑, 数据理论支撑。 然后呢, 她又租不到国家的超级计算机, 她想去美国租入这个计算机, 做不到。 你们听到吗? 人家就给它, 我说了类似的都是国家核心机密, 不给它分担。 她想到好办法是吗? 我做不了。 我把这个东西当成肉, 发布到互联网上。 你们每年时候都有自己的电脑, 把我这个次算器下出来回去了, 我们越多的人来进算, 我们是不是就相当于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超级计算机, 来进行合格力, 一块钱就算。 你们知道吗? 这样做的话, 一个人是不是假设要算这个东西, 需要一千年, 一台电脑需要一千年的算法? 那我要说一千台电脑, 一万台电脑, 甚至更多的电脑算起来, 是不是就可以在高级计算机内得到这个东西。 这就是高可用性计算机的这个东西。 它最开始开发的时候, 其实都是这个吗? 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指示的就是用来做科学, 把这些科学计算的时候, 分担到其他的电脑里。 当你清潇的时候, 当你叫做空的时候, 我是拿你的这个控制的计算机性的。 我们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甚至咱们的计算机性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浪费的, 闲着, 放在这儿是没有。 当他没有用的时候, 拿来的嘛, 是不是来报我, 没算。 然后呢, 我分立了一部分的成本, 或者说是怎么说呢, 这个最能均的啊。 那后来是两件事的比特币, 当然我说实话, 它算出来这个比特币, 为什么具有真正的商业价值, 为什么能够真正值得真的钱, 它里边牵扯很多复杂的金融的知识。 但是我说, 基本的一句是这样, 明白呢? 为什么说八卦? 其实就是说, 这个函数最终结果就是个几千万的, 也就是说, 比特币的总数就那么多, 你只能算出那么多的金融, 有可能啊, 但是它需要大量的计算, 有人买了大堆的服务器, 我从前见过, 然后都是抬石器, 买了抬石器, 然后连起来, 然后就开始算这个。 据说一天, 咱们普通电脑, 我最开始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五零六年, 零七年, 那时候据说, 一台电脑, 我放到这, 算一千, 能算出来零点几个比特币。 人家说, 一个月份就能算出一个左右, 那时候收益还是非常好, 因为现在一个比特币, 最高的时候是八百多年, 对吧, 八百多年。 现在呢, 就说, 我买一大堆的服务器, 一千的情况下, 能算出零点几个比特币。 反正说, 越来越紧张。 但是, 它就是这样一个服务器的应用。 OK? 那我们主要用的是什么? 商业当中, 是用的就是这两个人。 那我们主要学习的也是这两个继群。 挺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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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久了。 好吧, 对了, 集群说完了, 挺久了, 我们下一个简单介绍一下, 零件算机可以了, 好吧? 说明集群架构时, 才是这个的重点。 让你们演示一下, 这个架构的表现。 这个零件算机主要还是一些概念。